那一件意外是有一位菲律賓籍的勞工 昨天下午在彰化和美的一座工廠搬鋼卷的時候呢 一不小心就滑進了鋼卷堆 雙腿被夾到他痛得哀哀狗 警銷貨報十幾個人合力來救他 才把他給救出來送到醫院 表情痛楚 29歲的菲律賓籍勞工雅力山大 受困在鋼卷堆中疼痛難耐 痛到大聲哀嚎 雙腿被鋼卷堆緊緊的夾住 非己勞工有難 同事和警銷將近20個人徒手拉鋼链的 或用工具支開障礙物的 所有人加快動作合力強救 把當時的那個捲鐵移走之後 用天車移走之後 再用另外一部的捲鐵 那個天車過來 把另外的那個捲鐵把它吊起來 受困將近一個小時總算獲救 但這名外籍勞工一雙腿嚴重夾傷 雖然看不出明顯外傷 但體力早已耗弱 而且全身貪軟被抬上擔架送以檢查 因為天車在吊捲鐵的時候 另外一件捲鐵不剩 去互相碰撞 結果自食工人被壓 雙腳被壓住了 這名飛機勞工整個人失足 滑進鋼卷堆中 兩隻腿動彈不得被夾傷 受到嫉妒驚嚇 這裡請問我們回彰化開放報導